今天您随着我镜头,咱们继续看天津 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地方是位于河东区第二工人文化工南边的新仓库一址 我现在这个位置是金塘路中山门轻轨站附近 面前这条河就是新仓库的湖库河 河对岸就是新仓库的城墙和碉堡 现在我拍到的这座碉堡是位于金塘路和光华路的交叉口的位置 这是一座湖形的碉堡 碉堡和城墙的后面在当初都是新仓库的用地 这座新仓库是1937年天津沦县之后日本人修建的军用物资仓库 现在我从金塘路转到了光华路上 这里有光华路的路牌 这个新仓库的面积可不小 这条湖库河总长度就有5400米 这整个区域乘一个六边形 东边是金塘路 东南角是甲甲孤道 也是现在的昆仑路的位置 南边是汪庄子 西南是郑庄子 那里有郑庄子大街和北柴厂大街 西边是海河 最北边就是这条光华路 这么说可能不太直观 请看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很好地勾勒出了这个新仓库的六边 然后再看一张图片 这是现在的地图 我刚刚揭的图 当初日本人在这个新仓库的周边都修入了城墙 并且修入了若干个碉堡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碉堡是方形的 右手边不远处有一个通道可以过到对岸 我从这过到对岸 近距离地看一下那个城墙 这段城墙上面都长出树来了 而且树都长得很粗壮了 1952年在这条光华路的北边 第二工人文化宫落成 现在我拍到的这个茂盛的树的后面 就是二宫公园 当初是为了郑庄子及周边的居民去二宫不绕园 就在二宫的南门开辟了一条新的马路 当时命名叫巴伟南路 后来更名为复民路 就是现在我正在走的这条道路 这条复民路北起二宫的大门 南端过海河直到大宫南路截止 也正是这条复民路 把这个新仓库一分为二 分成东库和西库两个库 当初日本修好了这个新仓库之后 又修建了一条铁路直通这个库内 应该就是我现在拍到的这一段铁轨 因这条运输物资的铁轨 所以这个新仓库又被称为南货厂 铁轨到了东库的这里 这有个大门 大门是紧闭的 现在复民路这附近 好多地方都是军事用地 马路对面是这个新仓库的西库 然后我身后 是这个新仓库的东库 这里是个居民区 应该是浮民洞里 再往前走一点 马路对面是浮民商业街 是一个美食小吃 果蔬生鲜的聚集地 再往前是新仓库的西南角 这里就是西南角的虎库河 河道的旁边 这里是北柴厂大街 再往前走 是郑庄的大街 这个北柴厂大街上 应该有工程 建起了一堵墙 左手边是一个十字路口 一会儿我会过到马路对面 沿着这个新仓库最南端的 虎库河一直往东走 过了这个路口 这条道叫国康道 这有它的路牌 这里是这个新仓库南端 虎库河的起点 我拍一下这个河边了 顺着这条虎库河一直往前走 哎 下雨了 幸好我带伞了 地面都有点湿了 雨就下了一小 这又停了 我又把伞收起来了 这个河边这块 没有树 并且有一个白色台阶 正好方便看河对岸 河对岸有一座碉堡 这是一座类似于炮楼式的碉堡 碉堡上面设置了很多射击孔 这座碉堡的位置 正好是当初汪庄子的正对面 1945年日本战外投降之后 当时华北地区有大量的 日本战俘和侨民需要遣返 当时山西的日本人 先集中到了太原 河北省的集中到了保定和查哈尔 虽远的集中到了张家口 在这个昆仑路和金塘路交口的 这个位置有一条铁路通向这个新仓库里面 送3000人左右 所以当时就需要建立或者找到一个 可容纳近万人中转的集中营 经过考察最后就把这个转运中心 定在了天津的新仓库 就是这里 因为这里地方大 并且能通火车 进出方便 而且周围有这个城墙 方稍微比较严密 当时这里是由中美两方军队共同管理 刚刚我是顺着这个新仓库入口处 河边的一条小路走到这里来的 这里能近距离的接触城墙 还有碉堡 这里再往前就过不去了 都是居民区 在我右手边 这有一座方形碉堡 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 碉堡上的射击孔 这座新仓库保留下来 包括这周边的这些城墙 还有这些碉堡保留下来 是挺有意义的 包括这些城墙 碉堡 还有外面的虎城河在内 还有这个新仓库内部的 移留下来的老建筑 这些都是当初日本侵华 最强有力的证据 也正是这些城墙 碉堡的存在 时刻提醒我们 罗后就要挨打 勿往国耻 分发图强 振兴中华 这句话应该是深深的烙印在 我们每个华夏儿女的心中